W venocent 是America 發院會 現在繼續開會 曾委員雪舉雪兒聲明 simplified 剛才 guys和國民黨黨團 意見一致列入公報記錄 法院會 現在進行討論四項第一案 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月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8年3月28日召開全民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由召集委員段一康擔任主席 除邀請提案委員及黨團說明提案要指外 相關機關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余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 省略大體討論進行主條審查 將全案審查完畢 原今全議本案審查完畢擬據審查報告提起約會公決 約會討論前需交由黨團協商 約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一康出席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段委員一康補充說明 好 不說明 本案今審查會決議需交由黨團協商 另外時代力量黨團委員許智傑等 委員蔡毅宇等 委員趙正宇等 委員柔智正等及行政院司法院等分配提案 經本會起第八次第九次及第十二次會議決定 禁物二讀與相關提案並案協商 報院會本案在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一進行黨團協商時 各黨團認為經委員會討論協商有結果的部分 就照委員會協商結果通過 保留條文第八十九條之一及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各黨團以一個版本為原則 逐一宣讀後 一提出先後順序進行處理 另外院會所說修正動議 禁護二讀提案 委員會保留之修正動議及提案等 均列入公報紀錄 如果沒有意義 現在就依上開原則來進行處理 現在進行廣泛討論 依登記順序來發言 我們請省委員智慧發言並截止登記 今天在這地方我非常的沉痛非常的難過 因為今年年初在台中市發生了一件酒駕 第三次酒駕載犯 而且他是無照駕駛 撞死了兩位年輕人 一位馬上要當新娘 一位是大學生爸爸媽媽的獨子 而在最近這幾天 這個案子就是根據民進黨等我要表決的版本 回覆到原來的刑法裡面 所謂殺人罪或者是傷害罪這樣的判刑 所以他判幾年 我們為什麼說酒駕零容忍 那就是現在的法官 根據現在的法律就是侵判 而這個千夫所指 大家都為他喊出酒駕零容忍 我們蘇貞昌院長也喊出酒駕零容忍 你知道他判刑多久嗎 七年 七年 他這樣死兩條人命 第三次酒駕載犯 七年 今天我很傷心的 昨天晚上 這兩位被撞死的年輕人的家長 他的未婚夫 他的爸爸媽媽 他的姐妹 用LINE給我在哭 說明你們明天立法院要通過 酒駕零容忍嗎 會嗎 他孩子的命 他未婚妻的命 你們就這樣子要給他過嗎 我還是再強 我再次強調 每年有四千多件 還不是每年喔 每個月有四千多件的酒駕 我們今天是要用法律 當政策 用法律來執行 就是希望用法律來表達當前的政策 當前人民的希望 我們對酒駕零容忍 行政院不要再打假球 今天民進黨的修正動議 就是要回歸到原來 刑法裡面的殺人罪 或者是重傷罪 而不是我們國民黨的各位委員 以及本席所提出的酒駕零容忍 酒駕再犯肇事致死 處無期徒刑或死刑 這是我沈志惠 吳志揚 以及所有國民黨的委員 共同提案 敬請支持 不要讓這些亡者的家屬再哭了 謝謝沈委員 下一位請吳委員志揚 主席各位同仁 今天我們下午要處理的是一個非常嚴肅 而且是社會關注的案子 我們常常說酒駕零容忍 我們真的做到了嗎 我們還要容忍多少因為酒駕所造成的家庭破碎 為什麼我們說行政院的版本是在打假球呢 因為他從頭到尾 不但沒有任何的家中 除了壘犯 他有一點點家中 還捨不得判死刑 以外 他又想把他勾回 就像剛剛沈志惠委員講的 又想把他勾回一般的殺人 一般的重傷罪 各位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185條之三 這是公共危險罪 公共危險罪排的 在刑法的法條是在殺人跟重傷之前 所以他重點已經不是在 這個造成酒駕的人 他是故意的還是過失的 而是他造成了一個 會讓人家隨時被撞死 被撞成重傷 這樣一個恐懼 這是一種公共危險 所以他當然要加重啊 我們社會的人大家都對這個義憤填膺 殺人有時候他還有兩個人之間的恩怨情仇 酒駕呢 無冤無仇 像一個不定時炸彈 像一個恐怖分子 像隨機殺人一樣 他也完全不能控制 你這時候還要去討論 他是故意還是過失嗎 這是一個恐怖的公共危險行為 所以本黨的提案 請各位仔細的看 這個才是一個真正的 完全的酒駕零容忍 我們從185條之三的第一項 即使沒有造成他人死亡或自重傷 我們現在就已經把他的刑責 跟病科的罰還來增加了 另外即使是第一次你置人於死 或第一次你就置人於重傷 你也應該要提高刑責 不是像現在行政院的版本 跟原來完全一模一樣 第二個 當你再犯自人於死或自人於重傷之罪 的話你應該要給他判處死刑 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重刑 這樣才是酒駕零容忍 才能夠為全民所 謝謝吳委員 下一位請將委員啟程 主席還有各位同仁 酒駕的法律修正案 我們這一會期其實在委員會有討論 也有很多的委員提案 外界非常的關注 就在我們修法的前一天 昨天這個判決 是二月份台中酒駕壘犯 兩條人命的案件 結果地院判決第一審 兩條命七年 一條命三年半 折算起來 就跟過去兩三年平均下來 只要酒駕造勢重傷自刃於死 大概判的刑度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那也難怪大家對於這一類的 酒駕案件的判刑開玩笑講 一審重判 二審減判 三審豬腳面線 所以最後都是輕判 那麼一再的輕判 到底有沒有遏止酒駕案件的發生 發生並沒有 所以酒駕造勢致死 自重傷依然層出不窮 社會難容 所以期待立法院可以提高行動 嚴懲酒駕的行為 不光是在犯 其實連出犯都不能容忍 這個才是所謂酒駕的零容忍 好不容易這一次朝野立委的提案 幾乎都往這個方向來修法 很多委員也提出了無期徒刑 乃至於死刑這樣的行動 這個不只在野黨 包括執政黨委員 像林俊憲委員 何欣存委員 都提到了死刑 來納入刑度裡面 那麼行政院的版本 真的是讓外界覺得有修等於沒有修 因為行政院的版本是說 五年內再犯 而且須證明有故意殺人 才得以重誠 所以朝案公布之後 外界普遍不滿 痛批有修等於沒修 所以國民黨團在再修正的動議裡面 我們要求是主動擴大量刑的空間 讓法官依個案來進行判決 除了將單純的酒駕出犯的行動提高 同時對於初次酒駕而致死的行動 拉高到七年以上或無期徒刑 致重傷者提高為五年以上 十二年以下 對於在犯者致死或重傷者 我們不限期間 行動拉高到死刑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來具體回應人民的期待跟訴求 也消解民怨 期待能夠有效地來嚇阻酒駕的案件 減少悲劇的發生 我們期待朝夜各個同仁能夠一同來支持 酒駕林榮人不要打假球 酒駕林榮人也不要只是口號 讓我們以具體的修法內容來回應人民的訴求 謝謝 謝謝江委員 下一位請李委員洪軍 主席還有各位同仁 今天我們針對刑法做部分的修正 那其實朝野基本上大家的方向是一致的 就是成如剛剛前面幾位同仁所說的 在酒駕上面 我們是處於玲瓏冷的一個狀態 可是最大的爭議 就是在於酒駕的刑法上面 究竟要不要廢死 要不要從無期徒刑到廢死 這樣的一個刑法的一個狀態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每個黨有它的看法 可是我必須要在這個地方 要跟各位委員所來提醒的是 我們長期以來在立法院 我們針對酒駕的修法 我們修過了幾次 不斷的拉高他的刑責 不斷拉高他的處罰的機制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並沒有辦法有效的嚇阻 所謂的酒駕的這樣子的一個惡系 特別是累犯 永遠沒有辦法去制止了他 當我們看到一個家庭 一個青年學子 受到莫名其妙的酒駕 而喪失了寶貴的生命 妨礙到了他的整個家庭的未來 每個人都覺得非常的痛心 每個人都覺得非常的惡婉 每個人都覺得這個酒駕者 絕對是社會不能不允許容忍的 可是當社會有這樣的一個情緒 當社會有這樣的一個共識 來到了立法院 我們究竟要修出什麼樣的法 才可以對社會交代 才可以讓這個酒駕不能再犯 我們可以看到累犯者的心態 僥倖者的心態 犯過了一次 逃過了一次 就會有第二次 就會有第三次 可是今天在我們中華民國 還沒有一個廢死的狀態下的情況下 我們今天在修法 修這個刑法 我們就必須要給法官 有充分的裁量權 我們修出了法 必須要有嚇阻的效果 能夠阻止酒駕的再發生 所以親民黨在這個地方 也呼籲 我們必須要秉持這樣的一個原則跟方向 我們要讓法官有充分的裁量權 有充分的選擇的方向 我們要讓一定有一個重誠的方向出來 才有辦法去嚇阻酒駕的再發生 所以死刑一定是必要的 這樣子才有辦法去嚇阻我們未來的酒駕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也呼籲 我們的朝野各位同仁 大家必須朝這個方向 一致的目標 修出一個好的法案出來 謝謝 謝謝李委員 下一位請您委員議罰 主席還有各位同仁 今天台灣社會都在看 我們立法院如何來處理酒駕殺人的修法 剛好在今天我們要討論要決定之前 就像剛才前面有幾位委員提到 昨天針對在農曆年前大禮發生的 酒駕致死的兩人致死的案件 做出了宣判 在地方法院最後是以七年的輕判 而讓整個社會無法接受 當我們昨天看到他們的爸爸媽媽 在電視前面哭訴的情況 我覺得我們社會每一個人 都應該要同理來看待 對於不斷層出不窮的酒駕案件 尤其酒駕致死 更有如這次大禮 這個案件是由壘犯 所犯下來就是兩個家庭的家破人亡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今天 必須要非常嚴正的來看待 我們立法委員應該要負起的責任 以及如何來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 我們立法院針對酒駕 這個部分的刑法修正 民國88年 100年 102年 都做過相關的修正 以把刑責不斷的提高 當然在刑責提高上面 我們若從酒駕死傷人數來看 當然的確有每年的減少 可是問題是減少到現在 還是到106年 還是有6247人的嚴重的死傷 可見雖然是有遏止的發生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讓社會滿意的 而且最嚴重的是 我們看到的是累犯的部分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 近五年酒駕違規案件高達56.6萬件 其中酒駕累犯比例高達36.86% 而這樣的累犯 所造成的我們的死亡人數 雖然看到死傷人數下降 但死亡人數從106年 死亡人數87人 反而在107年反增加到100人 所以也就知道 我們整個雖然在這樣的過程之中 我們的修法如何來提高行責 還是我們所必要的手段 而我們也看到在當時大禮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蘇貞章院長也說 酒駕致死 致人於死等同於殺人 但是我們後來看到的修法 並沒有看到我們真正期待看到的部分 所以今天要拜託我們所有的立法委員同仁 能夠支持國民黨的版本 在嚴重的部分 尤其累犯的部分 能夠加重到死刑 以上謝謝 謝謝林委員 下一位請黃委員郭昌 院長 本院委員 六年前的5月29號 台大醫院的醫師 曾鈺慈曾醫師 因為被酒駕導致寶貴的生命喪失 引發整個台灣社會 無限的悲痛跟震驚 2013年那一場悲劇 促使了當時的立法院 推動了刑法185條之三的修正 把酒駕致死的刑度提升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讀刑 當時立法通過了以後 我們看實際運作的結果是什麼呢 在過去 在過去 必須要從治療 有關於酒駕累犯的比例 從2015年 百分之三十六 一路爬升到2018年已經將近百分之五十 酒駕累犯的比率不斷的提升 目前的刑法有沒有針對酒駕進行戒指治療做規定呢 有 刑法89條 但是我們回顧 過去這幾年 發動刑法89條 真的地結束申請我們的法官密戒指酒駕的案件數 在每年幾萬個酒家案件當中 不到50件 不到50件 要透過刑法來加以抑制 結果一而再再而三的侵犯 要透過治療來加以防止 結果根本沒有再防止 最後導致的 就是一而再再而三悲劇的發生 在這次修正當中 時代力量黨團的立場是 從處罰 從治療 以及到給被害人的賠償 這三個層面 缺一不可 謝謝 謝謝 謝謝黃委員 登記發言的委員 金宇發言完畢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第89條造審查會意見維持現行條文 現在進行保留條文 好 現在進行保留條文 增訂第89條之一 請宣讀條文 時代力量黨團再修正東一第89條之一 犯第185條之三之罪 因令被告進行評估完成強制治療心理輔導或為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 且將處分期間為一年一項 但執行中任務繼續執行至必要者 法院得免期處分至執行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東一第89條之一 不予增訂 宣讀完畢 現在請黃委員郭昌發言並截止登記 院長 本院委員 救救救的防治 除了要能夠提升在刑法條文威嚇的作用之外 怎麼樣從酒駕的行為人能夠事前的加以預防 提供他必要的評估醫療介入 是醫界以及非常多的公民團體 一而再再而三所呼籲的 我國現行的刑法89條有規定 因為酗酒而犯罪 族人其酗酒成飲有再犯之餘 於行的執行前 令相當的處所施以境界 本來是希望達成這樣的立法目標 但是在實際的實踐上 每年因為酒駕被判刑 幾萬個案子裡面 我們的地方法院有宣告這個境界處分的人數 從2015年28人 2016年18人 2017年20人 2018年35人 這是為什麼大家說89條的規定 我請教了我們的法官 為什麼不宣告 他們說檢察官沒有申請 他們也說89條的規定 規定的太嚴格了 他們在認定上面沒有辦法發動 那難道我們要因為在法條上面所出現的問題 讓這個從一屆到防治酒駕的公民團體 一而再再而三呼籲的手段 完全被癱瘓掉嗎 基於這樣子的理念 我們提出了刑法89條之一 我們希望發生酒駕犯罪的時候 就可以國家積極的介入 讓被告進行評估 有必要就強制治療心理輔導 我們希望能夠對有酒飲的人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顯著的降低他再犯的危險跟機率 而現實上 當立法者還不作為的時候 台北市聯合醫院 在過去這幾年 跟台北地檢署 積極的就在推動 酒駕醫療介入 這樣的一個計畫 而這個計畫 施行到目前為止 成效顯著 我們希望 不是只有台北市的市民 能夠 降低他們免於酒駕危險的風險 全國 全台灣的各個角落的人民 都應該享有這樣的權利 謝謝 謝謝黃委員 登記 發言的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發言會 現在依時代力量黨團 民進黨黨團之順序 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議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時代力量黨團 再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 及時代力量黨團 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eu 支持 我好 各位 我都要 我會 表明 我會 你整理 我會 我會 你 給我 你 有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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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會 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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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結果 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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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72人 贊成6人 反對66人 去全0人 贊成者少數 時代力量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大部分人就在肥皂上去 大部分人就好 這麼多人就好 多分 我們就好 有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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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結果 表決結果 出席 71 人 贊成 66 人 反對 5 人 去全靈人 贊成者多數 做以下宣告 第 89 條之一 照民進黨 黨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不以爭定 現在進行保留條文第 185 條之三 請宣讀條文 時代力量黨團再修正動議第 185 條之三 駕駛除第二項鎖定以外之動力交通工具 而有下列其行之一者 除六月以上五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40萬元相發金 一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 或顯易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 二 有錢款以外之其他情勢 族任服用酒類或其他箱類之物 只不能安全駕駛 三 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箱類之物 只不能安全駕駛 駕駛既成而有前項各款其行之一者 除二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10萬元相發金 犯前二項之罪因而至人於死者 除五年上十二年下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除三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曾犯前三項之罪之一 經有罪判刑確定或經緩起訴訟分確定 於五年內再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者 加重其行之二分之一 因而至人於死者 除五期徒刑或輕臉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除五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有具體情勢足證行為 人對於可能使他人死亡或重傷之結果的 預見其發生 卻無視害危險 並因其違法駕駛行為 造成他人死亡或重傷者 以第271條第一項 第278條第一項主罰之 犯本條之罪 法院的斟酌情形 於判決宣告沒收犯罪行為人使用之動力交通工具 並命犯罪行為人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而知財產 非財產上或懲罰性損害賠償 前項命賠償之宣告 得為民事強制執行民意 犯本條之罪 法院一第六十二條規定 決定是否減輕其行時 應考量被害人及其家屬之意見 其犯罪行為人對於被害人之賠償 國民黨保含再修正動議第185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有下列其行之一者 除青年向有期徒刑 得病科五十萬元向罰金 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 或其一種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 二 有遣款以外之其他情勢 族人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 致使不能安全駕駛 三 服用毒物 毒品 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 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除無期徒刑 或其擬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除五年上舍年下有期徒刑 再犯前向致罪者除死刑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親民黨黨團再受震動一地185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和有下列情勤之一者 除二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二十萬元下罰金 一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 或顯一種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 二 有錢款以外其他情勢 族人服用酒類或其他商類之物 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 服用毒品 麻醉藥品 或其他商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除三年以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除一年以上七年下有期徒刑 此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 僅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訟分確定 再犯而致人於死者除死刑或無期徒刑 致重傷者除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民進黨黨團再修陣動議第185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學有下列情形 追一者除二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二十萬元下發金 一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 或協議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 二 有錢款以外 其他情勢族人服用酒類或其他商類之物 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 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商類之物 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除三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除一年上七年下有期徒刑 此犯本條或陸海公訓刑法第54條之罪 僅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 處分確定 於五年內致犯第一項之罪 因而致人於死者除無期徒刑或五年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除三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學讀未必 現在請省委員致會發言 並截止登記 我相信這條法案的修法是全國關心酒駕的所有的民眾 以及被害者家屬 還有很多全民反酒駕而要求酒駕零容忍的全民 以及日常在路上走路騎摩托車的許多的老百姓 他們所共同關心的法案 在這裡 中國國民黨提出修正動議 因為有太多的立法委員 提出相類似的法案 我們整理出來 也希望我們今天表決的時候 我們再次歸勸 碰勸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以及你們民進黨的執政當局 常常在用打假球的方式 常常用說話不算的方式 當事情來的時候說酒駕零容忍 法務部長也曾經說 對於酒駕再犯者 造勢致死者 要判處死刑 這樣的法案送到行政院 最後出來的 卻不是死刑 送到立法院 在幾經你們的溝通協商 民進黨的版本等會會提出來 還是沒有死刑 我們今天要說的 死刑絕對不是是唯一的 也不是唯一一個治療 或者也不是唯一讓 愛喝酒的人不再喝酒 這是個態度 這是一個全民的共識 我相信如果用民調 是個全民的共識 所以在這次 我們再次的強調 我們國民黨的黨團 以及國民黨的立委們 對於這個酒駕零容忍 我們修法的態度 對於出犯者 我們其臨時修正動議 採取出犯者 而造勢致死者 不管是酒駕或毒品的毒駕 都是處無期徒刑 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對於再犯造勢致死者 我們最高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十年以上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也就是酒駕獨駕再犯者 而造勢致死者 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當然我們讓法官依據情節的輕重 有所裁量的標準 但是今天我們再次的呼籲 這是全民都在看 這是我們朝野的立委 這次要讓全民有感 立法院要有感 我們希望為人民的生活安全而戰 我們希望人民走到路上 不會因為愛喝酒的人 隨時喝酒不顧別人的生命 而撞死人 一條寶貴生命就這樣消失了 在這裡再次肯多大家支持我們的法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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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委員 下一位請周委員 村民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今天大家來審查刑法185條之三的修正條論 考量酒駕一犯再犯 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身體的法益 及用路人的安全 確實有針對這類再犯行為提高處罰的必要 在這邊我要跟大家報告 民進黨沒有打假球 容我做下面的說明 目前現行條文是在102年6月13號通過的 也就是酒駕造勢致人與死的處罰 最新本刑三年以上 最重本刑十年以下 如果是累犯再犯 依照累犯四十七條的規定 加重其刑到二分之一 也就是說最重刑到十五年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法律規範 可能無法去拘束 可能無法去處罰社會大眾所見所知的更嚴重的酒駕 所以這次民進黨的修正動議的條文 在最重本刑 我們是提高到無期徒刑 這也是符合剛剛親民黨團 李鴻軍總召所說的往重誠的方向去做修法 就為了確保酒駕之人衛生警惕 有再犯致人與死或致重傷 造成用路人的生命身體的安全 民進黨的提案加大範圍 也就是說 不論你第一次酒駕有無致死或致重傷 第二次再犯酒駕致死或致重傷 均要受到刑度加重的處罰 民進黨沒有打假球 任何法律的修正 立法者要將各種的情節考慮進去 除了罪重應處以極刑的情節 也要考量到其他的情節的可能 這是大法官會議775號解釋 所接諸的不分情節 致勝行為人所受之刑罰 超過其所應負擔的罪責 如果沒有做這樣的考量 如果沒有做這樣的區分 會不符合憲法罪行相當的原則 也就是符合剛剛很多委員的指教 我們要給法官在立法上 在判刑上面一個採量的空間 基於以上的立法要保護的法義 和大法官所接諸的憲法原則 民進黨提出刑法185條之三的修正動議 民進黨沒有打假球 民進黨確保立法的目的 民進黨確保一個核心的原則 提出以上的修正動議 請大家支持 謝謝周委員 下一位請李委員燕秀 主席 各位在現場的媒體 今天是第七會期的最後一天 我相信這個法律的修正案 應該是社會大眾各界關注的一個焦點 大家也都在看 到底行政院喊的 蘇院長包蔡英文總統所喊的 酒駕玲瓏忍 酒駕 杜絕酒駕 嚴懲酒駕 到底我們這一次在立法院 朝野各黨派 包括行政院的版本內容 到底是什麼 到底有沒有真正實際回應到社會的期待 我相信有一個數據大家都非常清楚 雖然這幾年我們都對於酒駕 我們眾成也好 各黨派也都提出很多的版本 但是從105年到107年 酒駕累犯 事實上並沒有減 而且是往上不斷的攀爬 這就讓我們國民黨團在這一次的版本當中 我們也在思考怎麼樣的一個修正版本 事實上可以達到嚇阻的效果 並且可以真正回應社會的期待 那在這一次 為什麼剛才周春銘委員說他們沒有騙 但是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法務部當時送出來的版本 事實上是酒駕最重是死刑 到行政院便無期徒刑 到剛才民進黨的版本 我們看到的是回歸於刑罰 所以我們認為這一次 民進黨的版本提出來是糊弄外行人 刑度上根本沒有任何加重 至於致人與死重傷事實有故意的話 就依照故意殺人罪和故意重傷罪論處 這樣的修法 有修跟沒修是一樣的 在沒有修法前 酒駕如果被認定是故意的 難道都不是故意殺人嗎 故意重傷罪偵辦很顯然 民進黨口號所講的 嚴懲酒駕 杜絕酒駕 酒駕零容冷 其實都是恐號 恐怕都是民進黨 背離民意的遮羞部 因為民進黨從行政官員 包括前一陣子我們所看到的 農委會的官員 酒駕之後居然烤雞還可以是假等 如果民進黨整體的行政院 如果是用這樣的心態 在處理酒駕 在處理我們今天 社會各界都在關注這個法案 那當然都是打假球 謝謝李委員 下一位請江委員啟程 主席還有各位同仁 我想行政院的版本 還有民進黨的再修正版本的內容 到底是什麼 請大家拿起來看一下 第一個 針對粗犯的部分 幾乎完全都沒有調整 就是照原來的條文 那也就是兩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這也是現在很多人所過病的 酒駕最後就是兩年以下 然後減刑然後一顆發金 不了了之 即便是因而致人於死者 粗犯的致人於死者 民進黨的版本 行政院的版本 也沒有任何改變 就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這也是昨天反酒駕協會 他們的訴求 他們說 如果你這個最低行動 出犯的最低行動 都沒有拉高的話 他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難道一定要再犯以後 才能嚴懲嗎 那如果要再犯才能嚴懲 那這樣的修法 我們等於是鼓勵變相 要求或者是告訴大家 你再犯了以後 我們再來嚴懲你 所以現在的行政院的版本 也就是民進黨的再修正版本 這邊就提到了 你如果五年內再犯的話 再犯的話 然後呢 因而治人於死者 最高處無期 換句話說 五年內再犯 治人於死 撞死人的最高處無期 那我請教 為什麼是五年內 當我問法務部 他們答不出來啊 你給我一個數字啊 為什麼是五年內 為什麼不是十年內 為什麼不是三年內 為什麼要設五年內這個 這個期間呢 其實只要再犯 都是很嚴重的事情 出犯我們就不能農人了 我們還要鼓勵他再犯嗎 所以 國民黨團的修正版本 再修正版本 非常的清楚 我們一方面 提高出犯 治人於死的行度 直接拉高 到 到 七年以上 最高 甚至到無期徒刑 但是對於 再犯 我們是絕對絕對不容忍 所以再犯最低行度 就是十年以上 到無期甚至死刑 我們讓法官 有更大的裁量空間 依個案的情節 去做最適當的裁量 一方面 也回應外界的一個期待 也給受害家屬 一個安慰 更重要的是 遏止 嚇阻 未來可能發生的酒家案件 所以我們請朝野各委員們 共同來支持 謝謝 謝謝 謝謝江委員 下一位請禮委員洪軍 主席還有各位同仁 今天針對刑法185條之三 其實在整個酒駕修法過程裡面 這一條是重中之重 那包括委員個人也好 包括黨團也好 所提出來的整個一個內容方向 大概洋洋沙沙 約有29個版本 那這個版本裡面 當然針對粗犯 累犯 包括如何提高他的刑法 其實最大的爭議 還是在於究竟要不要納入死刑 其實包括朝野 經過一個非常冗長的 大家的一個辯論 包括法務部 他的一個基本的看法 其實今天 我們社會的期待是 讓這個社會上 沒有再有酒駕的發生 其實我們在制定 在判決一個事件的發生的時候 不是單一式的 今天酒駕 喝了酒 開了車 他發生的狀況 也不是單一 只有撞人 他或許會有各種情況的發生 當他發生出來的是社會 不允許的 社會絕對不容忍的 那這個狀況下的時候 結果他的最高是無期獨行 那這個情況下的時候 你讓 即使法官想要判他死刑 也沒有這個法院的依據 所以今天酒駕 不是說今天酒駕了 致死就是唯一死刑 並不是這個樣子 你必須要讓有法官 有他的一個裁量的一個方向出來 這樣子我們才有辦法去嚇阻 去制止這些不良的酒駕示範 讓這些累犯者能夠嚇阻他 甚至於出犯者也能夠有所警惕 所以我們今天朝野各位同仁 在這個地方修法 修的法 不是一個單純的綁死的法案 你必須要有他的空間出來 必須要有他的彈性出來 然後他的最高死刑 並不是每件事情都要判死刑 可是有些事情 當你發生了事故了以後 真的是社會難以容忍 各位也都難以容忍 所以我們今天修這個法 必須要把這個彈性拉出來 不是單純的拉到無期徒刑 而是應該把它拉到死刑 更何況 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這個國家 都還沒有廢死 在還沒有廢死的情況下的時候 結果我們在逃避什麼 所以今天我們有責任的 在這個地方修這個法 我們就必須要對社會 負起這個責任 讓大家對我們有所期待 所以希望執政者 希望朝野各位同仁 大家必須要朝這個方向 一起來努力 謝謝 謝謝李委員 下一位請吳委員致揚 因為各個修正動議的版本都已經宣讀過了 請大家再仔細看 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講 酒駕零容忍這件事情 行政院的版本 跟民進黨的修正動議 完全是在打假球 而且打得非常明顯的假球 打得有夠假 為什麼 從頭到尾 第一項的酒駕 行責沒有變 酒駕出販治人一死 治重傷 行責也沒有變 只有在第二次再犯 再治人與死或重傷的時候 才有加重 而且已經在這種狀況之下 都不給任何判死刑的機會 最奇怪的是 他的這個累犯 還要限於五年之內犯的才算 那是不是我撞死人以後 我五年之後又是一條好漢 我五年之後 我就被豁免了 我再撞死人 也不會 連無期徒刑都不會 這像樣嗎 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絕對不要跟酒駕治人一死 治重傷 跟一般的殺人罪 重傷罪混在一起 我們現在處理的是公共危險罪 你想想看 這個狀況 跟放毒氣放毒 恐怖分子丟炸彈 不小心打死 打了一大堆人 有什麼不一樣 方法不一樣而已嗎 結果 跟恐怖性 是一樣的 我們可能一輩子奉公守法 沒有跟人結怨 很多小朋友快快樂樂的 每天要長大 也沒有跟人家結怨 就這樣想要長大 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 影響他的未來 沒有跟任何人結怨 但是都有可能因為 因為酒駕的關係 失去了生命 受到了重大的傷害 這種社會危害性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酒駕零容忍 所以國民黨的酒駕零容忍的版本 非常簡單 每一項都要加重 你只要有酒駕 行度就要提高 罰金就要提高 酒駕制人於死也要提高 酒駕制人於重傷也要提高 至於你再犯 再制人於死再制重傷 對不起 最高本刑一定要到死刑 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這樣才能回應社會大眾的需求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下一位請周城委員秀霞 謝謝主席 各位同仁大家午安 今天我們在討論 這個刑法第185條之3 針對酒駕造勢的行度來做提高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幾年來 酒駕造勢導致重傷 或者是致死的案件數量 一直在不斷的攀升 因為酒駕而無辜 受到傷害的家庭更是不計其數 多數的酒駕造勢者都是累患 再犯率也非常的高 只要是第一次沒有出事 就會有接下來的第二次 第三次的酒駕行為來發生 這樣公然漠視其他用路人 以及無辜民眾的生命安全 真的非常的可惡 親民黨團在這裡除了嚴厲的譴責酒駕的行為之外 並且具體提出條文的修正動議 我們認為不論是累犯 或者是惡性重大的人 不論他的身份是什麼 都必須要提高對他們的處罰行度 來加以嚴懲 所以我們主張累犯自人於死者 應該加重刑度到死刑或者是無期徒刑 有些人會質疑說 為什麼要將刑度提高到死刑或無期徒刑呢 這樣會不會太重 我們認為立法者在進行立法工作的時候 必須要跟著社會的脈動來前進 而不是照進 當前的社會上對於殺人則死的社會觀感 依舊十分的強烈 對於酒駕累犯依舊不知悔改 還造成死傷的這一種類型的加害人 如果說仍然給予寬容 而忘卻了這些被害人被害家庭的心情 我們認為實在欠缺公平性 況且把刑度擺在那邊 讓法官有一個良心的空間 同時也對這些酒駕累犯者有一種嚇阻的作用 這樣才能夠有效的降低酒駕造勢的比例 讓所有用路人和無辜的民眾的生命安全能夠受到保障 避免遺憾的事情再度來發生 希望各位委員可以給予支持 謝謝 謝謝周城委員 下一位請黃委員國昌 院長 本院委員 今年二月初的時候 我收到了一位來自台中大理女兒的姓 她問我說 一年以前她的爸爸被酒駕撞死了 她看了刑法185條之三的規定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結果她所收到的一審判決被告除兩年六個月有期徒刑 她問我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把整份判決書 敗讀完了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她 因為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會判成這個樣子 當立法者 明定了法定刑以後 結果 判出來的結果 比法定刑還要低 這是所謂的罪行相當原則嗎 這是我們大法官的要求嗎 我不相信 我也不這樣認為 到目前為止 針對有關於酒駕制使 現行法的規定 所處罰的刑度 我必須要說 2013年的立法者打了一個空包彈 打了一個空包彈 我已經說了 過去這幾年統計的結果 超過50%以上 酒駕制使竟然判處的刑責 在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當我們的司法裁判者 沒有辦法 透過具體的判決 去體現立法者的意志的時候 就是立法者應該 要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否則的話 每天 這些無辜 亡魂在酒駕下面 所有的家屬都在問 為什麼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在這一次 針對185條之三 時代力量所提出來的修正動議當中 第一個 針對有關於酒駕的行為 我們區分機車 以及其他汽車的動力交通工具 因為 汽車以及其他動力交通工具 它所造成的危險是高的 一開始的時候 即使沒有自死、自重傷 都應該要提高它的法定型 第二個部分 就針對自死、自重傷 以及累犯的部分 我們進一步的提升 目前法定型的行責 現在在日本 酒駕自死可以處到20年 在英國 酒駕自死可以處到14年 如果他在做這些行為 有遇見可能性的時候 在美國甚至發展出了 挖什麼的路 這也清楚地反映在 時代力量所提出來的修正動議上面 謝謝 謝謝黃委員 所有登記 發言的委員 均已發言完畢 發言會 現在依時代力量黨團 國民黨黨團 親民黨黨團 民進黨黨團 之順序 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議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時代力量黨團 再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 及時代力量黨團 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就已經有了 謝謝 那ша 有心 嗯 謝謝 謝謝 我 謝謝 表決結果 出席69人 贊成5人 反對64人 去全0人 贊成者少數時代力量黨團在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現在表決國民黨黨團在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好 聲音 表決結果 出席 101 人 贊成 37 人 反对 64 人 去全零人 赞成者少数 国民党党团在修正东义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决亲民党党团在修正东义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民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决结果 出席 101 人 贊成 37 人 反对 64 人 去全零人 贊成者少数 亲民党党团在修正东义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在修正东义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比较逊 按讨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Şu Sayang terms 反對打假球 求家立東人 反對打假球 求家立東人 反對打假球 求家立東人 反對打假球 反對打掌球 求駕林東人 求駕林東人 反對打掌球 專委員瑞雄聲明對剛才之表決 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表決結果 打掌球 出席99人 贊成63人 反對35人 棄權1人 贊成者多數 做以下宣告 第185條之三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報應會 第185條之四 照審查會意見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鄭運鵬等提案第十一章之一 第194條之一 第194條之二 第194條之三 第194條之四 第194條之五 第194條之六 第194條之七 第194條之八 第194條之九 第194條之十 第194條之十 第194條之十一 遭審查會意見均不予增定 委員洪忠義等提案第286條 遭審查會意見不予處理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 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 一分鐘 第194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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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家裡有人 犯罪犯家瘋 有家裡有人 犯罪犯家瘋 有家裡有人 犯罪犯家瘋 表決結果 出席100人 贊成64人 反對36人 拒犬0人 贊成者多數 做以下宣告 本案繼續進行刪讀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185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作人員有下列其行爭議者 除二年雨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二十萬元相發金 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 或且一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 二有錢款以外之其他情勢 族人服用酒類或其他商類職務 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商類職務 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除三年上十年加油期徒刑 致重傷者除一年上七年加油期徒刑 致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 第54條文之罪 經有罪判決定或經魂起訴處分確定 於五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 因而致人於死者除其徒刑或五年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除三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與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文字修正 五文字修正 決議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3條文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時代力量黨團首題之附帶決議一項 請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附帶決議一項 由鑑於政府未達成降低酒駕違規及肇事案件 曾於2013年完成降低酒駕標準及加重罰則之相關修法 然而於修法後 我國因酒駕而受移送法辦之案件數 每年仍可達六萬多件 且其中為累犯者佔相當比例 顯見單純從刑法著手 並無法有效解決酒駕問題 由於飲酒成飲除個人因素外 亦可能受到諸多社會因素之相互影響 故此為進一步了解我國飲酒型態與酒駕之關聯性 同時藉由專業醫療介入酒駕廚癒等 以達到幫助行為人改善其飲酒及酒駕行為之可能 原請衛福部因編列預算與我國各大醫療院所 嘗試合作辦理 為期兩年之酒駕醫療介入相關計畫 內容應包括針對酒駕行為之個案進行評估 給予適當之個別處理 如開設衛教課程引入治療追蹤等各種方法 即以達成防止酒駕行為 減少酒駕再犯為目標 而於兩年事辦期間屆滿後 亦應審視此計畫之成效 評估是否有擴大實施或修正改進之必要 宣讀完畢 針對時代力量首提之附帶決議 請問院會有意 好 那有意我們就進行表決 針對貶向附帶決議 現有民進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好 是誰或財富一事 誰要財富一事 那把財富一事 請問代價 我展望發言之下 因為第二案 這是明明 SCHOOL 那休息控制 第二案 之後就進入兩案 我廖三 打開公開位置 我廖三晚上 再休息了 就進入 四元 而且 因為 表決結果 出席101人 贊成37人 反對64人 去全0人 贊成者少數 本項互代決議不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 由委員登記發言 首先我們請省委員致會 並截止登記 在此 中國國民黨非常遺憾 因為我們只有三子幾席 沒有辦法達成過半數 所以中國國民黨希望為 九家零容忍 希望為我們台灣 創造一個新的安全環境 因為我們人數少 沒有辦法為全民達到新的安全的立法 所以在刑法185條之三 我們剛才很沉痛的表決失敗了 再次中國國民黨 我代表他們 向我們全國 做關注這個議題的人民 來說一聲抱歉 我們沒有辦法達成任務 我要跟各位說 2020年1月11號 你們支持九家零容忍 你們支持新的安全 請票投中國國民黨的黨票 請票投中國國民黨所在全國各地提名的候選人 用你的選票決定你的新的安全 用你的選票決定你新的安全 因為剛才表決的結果 全部都有錄影 你們看看 這就是民進黨所說的九家零容忍 這就是蘇貞昌院長所說的九家零容忍 九家等於蓄意殺人 結果呢 答案就是這樣子 九家零容忍在今天破功了 今天立法院的表決破功了 刑法185條之三 讓我們中國國民黨 在明年2020年1月11號 讓我們立法院過半 我們再戰刑法185條之三 我們誓言保護人民行動安全 謝謝 謝謝省委員 下一位請黃委員國昌 臺灣社會非常矚目的 有關於刑法 九家防治的條文 完成三讀了 在完成三讀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按一下贊成鍵 因為我對於三讀通過的條文太失望了 2013年185條之三的修正 我剛剛之前已經說過 打了一個無效的空包彈 過去這六年 酒駕沒有減少 還不斷的提升 今天通過的刑法的修正 唯一的改變是 我們加重了雷犯的處罰 加重雷犯處罰 本來就應該我們也不反對 但是只能只有這樣嗎 可以只有這樣嗎 我們在刑法的修正裡面 我們提出的策略跟手段 回應人民的訴求 只有一樣 就是雷犯加重處罰 包括了致死 法定最低本型的提升 反映到現在的司法判決 張開眼睛看看 這樣的條文可以繼續被維持 酒駕不應該完全按照刑法 我們要治療 要介入 我們也贊成啊 89條之一 要求強制治療 要求評估 醫界所提出來的訴求也封殺 封殺了以後 提出附帶決議 卑微的要求 請衛福部介入 降低酒駕發生的可能性 也封殺 這是什麼策略 我非常的遺憾 謝謝黃委員 下一位請將委員啟程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剛才三毒的錘子敲下去 對於所有酒駕受害者的家屬 我覺得已經不是安慰 甚至是懲罰 因為他們的期待落空 他們看到執政黨的修法 法務部的修法 在騙他們 在打假球 蘇貞湾院長 在二月份的時候 講得很好聽 他說 酒駕致死 等同故意殺人 然後還說 酒駕零容人 然後我們的法務部長 蔡清祥 他講 將朝殺人罪方向修法 結果 兩三個月後 送來立法院的版本 就是我們今天表決的版本 這是一個騙人的版本 這是一個敷衍了事的版本 想說 只要把無期徒刑 這幾個字 放進法條當中 表決過了就算了 執政黨的態度 到底是認真的嗎 是認真要回應大家 對於酒駕重城的期待嗎 從禮拜一的協商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在協商 當執政黨在這邊佔領主席台 協商因此中斷 所以到底執政黨 你有重視要修這個酒駕的刑法修正嗎 如果你在意你認真的話 禮拜一的狀況會發生嗎 所以從態度就決定 今天的立法的結果是什麼 立法結果就是打假球 就是敷衍 這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所以很遺憾 我們沒有辦法贊同這個修法 我們剛才投下了反對票 我們反對刪讀 我們覺得不應該用敷衍的方式 來對待這些酒駕的受害者 還有受害者的家屬 謝謝 謝謝 謝謝江委員 登記發言的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發言會現在休息三分鐘 休息後改開秘密會議 進行討論四項第二案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